我們在白田這邊 你對於這邊有甚麼印象呢 印象中是一條歷史很悠久的屋邨 當時在白田村是為了安置 石劍尾大火失去家園的市民 沒錯,在它成為白田屋邨之前 它真是一個村落 而且經歷了幾次的重建 現在也是成為香港的幾個歷史人 究竟屋邨 Stamson,你知道嗎 除了去布藝市場買布外 還可以去哪裡 基隆街,基隆街有布街之稱 不少人都去那邊買 考慮不到 其實那邊還有紐扣街和絲帶街之稱 不少人要做衣服或工藝 都會過來這邊 一環三眾,以南昌街為中軸線 有雙之下的環街 包括宇州街、基隆街和大南街 組成一個採購天堂 也是其中一個地標 對,其實布藝市場也有很多學問 不如我帶你去研究一下 好 Stam Sir,你有試過有時穿襪時 穿得很薄身 然後很容易穿洞嗎 當然有,特別是腳趾弓的位置 你知道為甚麼嗎 腳趾甲長,很容易穿 其一,而且你走路時 那個位置經常會跟鞋裡做磨擦 因為很容易穿 但其實也有測試 究竟那塊布好還是不好 是否容易穿 是誰 即是它的硬性和抗壓力強 對嗎 對 好,我們來問Jennifer 我們可以用甚麼測試 針對這個,我們用Burstin的測試 Burstin可以稱為頂坡的強力測試 或是撞坡的強力測試 剛才你說得很對 例如你穿襪時容易穿洞 或穿衫時的手走 或是塞頭的位置 它容易變焰 針對這些問題 這個Burstin的測試最適合 這個測試的機器是怎樣問的 因為我看到裡面有藍色的光 有甚麼意義嗎 其實光是可以看清楚這塊布 可以看到這部機器很自動化 非常自動化 測試的原理是你放一塊布 機器裡面不斷放一個很肯定 粗度的壓力 我去頂這塊布,然後刺到藍色 這裡出了一個數 有多少kpa的強力數 這個數就是越高越好 對 即是它的原理是吹氣球 即是氣球出越大時 氣球會怎樣 爆發 它應該是用這個原理去做 即是好像真空或是… 它會增加空氣壓力 好,我們試得而遲 我們試試看這個實驗是怎樣的 好,我們首先放一塊布在這裡 然後… 先放停 按鈕 先按鈕 先按鈕 然後測試 測試 看到布有點圓形拱起了 你看到裡面的布的布就已經爆發了 對 原來就是這樣的 因為我剛才看到有一個很微小的變化 首先你會看到真的像絕著一塊布 裡面的洞就開始越窄越大 它已經絕實了 最後就會爆發了 究竟甚麼數值 是為之是一個好的數字 即是對於這一塊布 我們先看看吧 首先我們測試了1、2、3、4、5 不同的位置和一塊布 這裡可以有一個維俄 然後測試111.9 這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剛才拿了一塊布 它底下的這個薄薄 它自己有一個利度 所以我測試這個 這樣就是這塊布的真正數字 這個決定 選完之後當然越大越好 因為它的單位是KPA文 就是如果這個數字越大 這個伏劑的能力就越好 就是這樣 普通的客人最少有260、270KPA 也算是可以達到標準 這塊布相對來說會比較薄 其實是否對於一些厚一點的布料 其實它推出的數字也差不多 厚一點的數字當然是大一點 其實這塊不是所有的布 都有做測試 首先是這塊布容易變熱 所以才做這個測試 如果這個布越厚,然後越緊 它的數當然會越大 但譬如不同的布料 我們測試出來 它的合格程度的指標又是怎樣 260、270以上 但為甚麼是260 這是來自哪裡的指標 第一,我們是商業的標準 第二,我們的經驗 你再生果時 是否達到這個數字就可以接受 可以用它那麼容易破壞 就是這樣 我想問,譬如它針織的密度高 是否也不會那麼容易爆發 對 沒錯 你只要爆發後的數字就可以接受 其實這個指標應該比我們平時 做活動的動範圍或使用力 所以這個指標已經通過了 基本上我們日穿的話 就不會超過這個指標 有否遇到一些布料 其實真的不超過260 當然了,也要很多布,它通過不了 所以要做這個測試 如果過這個指標就可以用來做襪子 還不容易破壞 如果平時在家裡看到那些穿路密 它一定不會過這個指標 剛才我看到在街上有一輛車車 它向後就會上鏈,然後向前就會推動 到底它有甚麼原理 這件玩具就是迴力車 當中涉及到撞力、反撞力 以及摩擦力 你想知道多點的話 我找個地方坐下來慢慢跟你說吧 好 Stamp,Sir 到底這輛迴力車有甚麼指標 說起這輛車的時候 第一件事,你向後拉 其實它儲了一些能量 我們稱為彈力為能 對,你一放手的時候 輪胎會動 彈力為能就會變成動能 令它動 對,你猜猜裡面有甚麼裝置 彈弓 沒錯 不過那是一個像窩輪狀的彈簧 所以你拉的時候 其實彈簧就會收到很緊 你知道金屬時有彈性 就會還原原本的形狀 當它還原原本的形狀時 能量就會釋放出來 就會變成動能 而且你向後拉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能量槽在這裡 你的輪胎是向後轉的 你一放手的時候 輪胎就會向前轉的 是 這輪胎會產生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變成在轉的時候 輪胎和地面之間的摩擦力 令它向前轉 但我看到它現在這樣 例如向後 一邊會有動力推到前面 沒錯 即是不可以在一起 對,它主要的動力來源是後輪 不是前輪的 不如我拆來看看裡面有甚麼結構 它中間有一個齒輪的彈簧 對,所以這個我們稱為動力箱 我這裡另外也有一個類似的裝置 不過這個不是向後拉的回力車 它是拉繩的 你拉繩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組是黃色的齒輪 然後旁邊有一個彈簧 本身的彈簧的狀態是鬆的 但我一拉的時候 你看看彈簧,它會怎樣 拉得很緊 因為彈簧裡面有彈力 它要回到原本的形狀的時候 就會變回釋放的能量 現在我一放手的時候 它就會把彈簧還原剛才的原狀 就會旋轉 旋轉的期間 就會彈簧後面的輪子動 車輪就會走 看到你剛才這樣拉它 後面這個位置就是彈簧的位置嗎 沒錯 即是它會慢慢變大 對,因為彈簧本身的彈簧 它已經壓縮了 變成一團 就是儲了一些彈力為能 你放手的時候 由於它是船窩型 變成釋放的能量就會怎樣 旋轉地釋放的能量 旋轉的力量就會變成後面的輪子 原理跟這個一樣 裡面也有彈簧扯得很緊 對,你放手的時候 輪子就會轉 這個輪子轉的時候 彈簧的車就會向前走 是否所有回力車的構造都是這樣 沒錯 不過玩這些回力車 車要特別小心 如果彈簧離開了位置 它就會破壞了 如果不在原本的框架裡 車就會走不了 除了有一個齒輪的彈簧之外 還有甚麼設備 一定要在這裡才能做回力車 兩個輪子大小 後面的輪子一定要比前面的輪子 或者怎樣 多數因為它主要動力的來源 就是在後面 所以基本上 如果後面的輪子大一點 基本上它就會走得快一點 即是後面的輪子可能會轉一個圈 前面的輪子可能會轉1.5至2個圈 也會令車輪快一點 如果這裡的彈力威能比它大 分分鐘這輪子會走得比它快 好,3、2、1,放 再見 飛走了,而這個就是在慢慢行駛中 這個彈簧已經沒有力量 所以它儲存的能量就沒有那麼多 原來是這樣 因為我看見這輪子明顯… 後輪子比前輪子大一點 所以我正在想… 你會看到這些硬膠 剛才那輪子有點軟膠 硬膠和地面之間的摩擦力量 沒有軟膠和地面之間產生得那麼大 所以爪地能力就沒有那麼大 原來是這樣 這些回力車的原理結構 其實有很多物件都跟它相關 例如呢 你有玩過音樂俠嗎 即是一打開就有一個女生在跳舞 對,上年那一隻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自己家裡的玩具 會有這個回力的作用 快點吧 Centa,這帶就是舊式的工廠大廈 隨著香港的租金越來越貴 輕工業也識微不千 所以現在很多不少的工廠大廈 都演變成買不同類型的樓上店 對,我看見有很多東西賣 例如有寵物用品或旅行用品 甚至有些烘焙的用具都可以賣 沒錯,其實不僅少 還有很多外國的食物 又或是特色的美食 不過買還是不買,有些是水貨 未必合乎香港的規格 不適合規格 那是否用了禁止使用的材料 那有這麼嚴重嗎 其實現在很多食物都有食物色素 但到底食物色素是甚麼 今天我們請了Alan來跟我們講解 到底食用色素是甚麼 其實食用色素是食物的添加劑 它的作用主要是為食物著色 或者恢復原本有的顏色 令食物的賣相更好看 怎樣抽出來看 其實我們在測試中的方法是 將食物中的色素 會用了一些有機溶劑 提取出來 然後我們會將它們用微細管 塗進一張矽膠的薄片上 然後放進這個不適合好法的玻璃容器 然後它的顏色就會由薄片的下面 去到上面 即是去到這個位置 大約在這些位置 塗在這裡 顏色大約在中間的位置 就可以分出有甚麼不同的顏色 但我又想問一個問題 其實食用色素有甚麼幫助 這個測試有甚麼幫助 因為現在很多食物 本身都是用它的顏色 或者是真的加了食用色素 但這個測試到底想測試甚麼 其實就要檢查一下 到底食物中的顏色 是否合乎法例的要求 是否規格 法律定明了有20種食用色素可以使用 我們要檢查到這些色素 是否真的用了定法例中要求的色素 但不是每種色素都可以讓人吃 可能這些色素只是用於工業色素 這些就不可以用在性物上 有甚麼不合格的反映 這是工業色素的嗎 就是會用標準物來做對比 那些標準物全部都合乎 即是可以供人食用 Stam Sir,我之前也有聽說過 食用色素中有些是在蟲裡抽取出來 是否真的 你說的應該是E120的食用色素 其實這種E120的食用色素 是胭脂蟲紅的顏色 很多時候你平時吃一些加工的肉類 然後也吃過一些仿蟹柳 甚至乎果醬 甚至乎你塗的唇膏 都會用到這種顏色 由於這種顏色是紅色 你看起來很吸引你 很想去碰它、吃它 所以很多時候這些產品 會加入進去 而這種胭脂蟲紅 就是因為在胭脂蟲裡提煉出來 裡面有些叫胭脂紅酸 這些紅酸大部分都在蟲的腹部 把蟲的腹部敲乾後 我們就會把它塗碎 磨碎後,它們就會提煉成一些質液 那種質液再加一些叫安然 加了安然之後 所以形成的那種紅色 就是水溶性紅色的色素 我們事不宜遲就先做這個實驗 到底這個實驗我們要怎樣做 其實這個實驗的方法 叫做薄層色泡發 我們會先將食物的顏色 抽出來 然後用這枝微細粉 它的粉很幼 然後將顏色抽出來 然後點在植膠薄片上 這些已經點了顏色上去的位置 而這邊就是一些標準物的顏色 如果我們剛剛滴了這些色素上去 那之後我們要做甚麼 之後我們將這個植膠片 放進玻璃溶液箱裡 沒錯 還有看到溶液在下面才會有 然後要塗上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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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都是一些有機的… 我嗅得到 有機的溶液,也有刺激的東西 我們也要放入墨風的玻璃箱裡 所以就要用一些堅固的物質 否則它很容易膨爛,可以嗎 很容易扭氣 這樣大概放一小時後 顏色就會分得出來 那我想問一下 我們要等一小時 我也有留意到我們剛剛的這張紙 其實裡面有七種不同的顏色 應該是三款來自這一邊的 黑浩膠的色素 另外四點應該是來自這四枝 到底這四枝是甚麼 其實這四枝是一個標準的色素 我們做完測試後 我們就要用這四枝標準的色素 來對那個樣板 到底它含有哪幾種顏色 其實是否這幾種合格的色素 大概有20種 如果它是類似這隻的話 大家就會放出來 然後放在色紙上去測試 沒錯 即是說這隻是紅色的話 應該跟那隻… 再用這隻 對,應該是在一起的 但這隻綠可能是黃和藍所組成 沒錯 好,我們已經測了一小時 我們看到這個結果 上面也會有些顏色 我想問這個結果是否合格 這個結果是合格的 因為我四種標準物 都是香港給用的顏色 我們可以看,例如這個樣品1 你看到有一點是這個位置 我對上標準物 我便可以知道原來這個樣板1 紅色的香口膠 含有這隻叫Arua的色素 另外還有這個藍色 這個藍色,你帶過來對 就是這隻色素,是亮藍的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樣板1 即是紅色 Stam Sir手上的紅色 含有Arua紅和亮藍這兩種色素 所以這個香口膠應該是紫色的香口膠 就是這個 即是有一點粉粉的,紫紫的顏色 例如我們看到例子3 這邊有的顏色,這邊也有 而本身許可了的顏色 這裡也有,那就代表合格了 對,即是這三種顏色 有三種顏色 對上這邊的可食用色素 這樣就可以看得出 其實這三種顏色都是可食用的色素 但如果有一種顏色素是不合格的 如果不合格的話 它有可能用了一些工業用的色素 或是一些不允許食用的色素 這就代表你這個食物產品 存在一定的風險 但我想問這個問題 例如有些顏色很相似 例如這兩種,再偏一點的 那到底怎樣能夠測試出來 其實這個方法未必全部顏色都能測試出來 如果剛才剛才提到的情況 就是亮點的顏色很相似 甚至附加一點的話,怎麼辦 我們會用較高級的儀器 例如高下它的順色故意 這個儀器大致上 原主管 原主管 就會更精密 令顏色分得更好 不會有類似這些 搭配同一點的情況出現 但例如你剛才提到 有一個比較高階的儀器 其實會否有一個數值在那裡 令你們分得更加盡量 可以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 用高下的儀器就可以看到 到底用了多少漂亮的色素 這樣每一個食用的色素 計算出來也會精準很多 而且有些就算很相似的顏色 也會分得出來 不要 Stam Sir,前陣子深水埗的佩水庫 成為了一個很興奮的話題 你有聽過嗎 相信全港市民都聽過 歐洲的傳統風格的花崗石柱 再加上這個仿羅馬的紅磚建築 很多人去打卡 其實佩水庫的建築 是源自於香港開埠初期的供水需要 當時九龍半島主要是依靠地下水 但隨著人口增長的關係 所以地下水就不夠用了 之後建了不少的引水道 以及九龍其他地方的佩水庫 連接成為一個很完整的供水網絡 所以說香港的地底 有很多特別的設計 是為這個城市運轉的 不過如果大家要參觀這個佩水庫 首先上網報名這個盜賞團 我們也可以報名 看看何時可以進去看 今集整天來到這裡 下集再見,再見 好,再見